- 号作者,影视小茶楼,要说目前的国产动漫的话,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无法与日漫相比,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发现已然在不断地进步,并且也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 就说最近刚刚更新的《斗罗大陆》第二季,刚已开播就直接特效全开,让无数原著党粉丝激动不已。 唐浩霸气回忆杀。 说起唐浩,很多人虽然没有看过原著的小说,但是通过第一季的动画相比也已经有了一定了解, 唐三的父亲,封号斗罗的存在,至少暂时来讲在这个世界已然是舞蹈巅峰。 而在第一季中,更是凭借自身强横的力量狂虐使莱克学院的不动凌亡, 大的一点脾气都没有,由此可见此人之霸道。 而第二季的回归也是让无数的粉丝等了整整大半年,终于在这接近年底的时间播出, 可谓算是年底前给粉丝们的一波福利了也,一开播便是炸裂满屏的特效。 唐三的父亲唐浩在临当年战场,想起当年为了救唐三时的那场战斗, 真可谓是惊天动地,当时身为80级左右的混斗罗的唐浩, 力战2090多级的封号斗罗,更是差一点一锤砸死95级的教皇, 如果没有出现融合控制剂的话。 可能很多没看过原著的还不知道,回忆中追杀唐浩的这两个人乃是当时已经名扬天下的两位封号斗罗, 都已经稳定巅峰的实力,而唐浩此时只是一个80多级的混斗罗罢了, 如若不是靠那一把战混锤恐怕也很难同时与两位封号斗罗对敌。 也就是说如果唐浩也同样没封号斗罗的话,恐怕对面的两位封号斗罗喘气的机会都没有, 基本上瞬间妙杀。斩杀两位封号斗罗,重伤教皇,原本以为能趁机逃走的唐浩, 却不像关键时刻感受到了对方教皇的气息。 如果说前两位封号斗罗他可以周旋,那么再加上这位教皇的话, 他已然没有必胜的把握,因此决定让阿银带着唐三跑掉,自己给阿银断后。 佼佼战混锤,微微号天宗。 这是武汇殿的教皇见到唐浩的第一句话,由此可以看得出唐浩的出身十分的不简单。 没错,未没看过原著的伙伴科普一下, 浩天宗,洞罗大陆第一宗门,而唐浩便是浩天宗宗主之子,更是浩天宗最杰出的天才。 有人疑问既然浩天宗如此强势,为何自己人被打没人帮忙呢? 其实这个问题也并不复杂,因为长江后浪拍前浪,没有了唐浅的浩天宗已经大不如从前了,相反这个时期是武汇殿的巅峰时期。 OK,话说回来,教皇追杀唐浩其实主要是为了阿银,为什么? 因为阿银是十万年浑瘦蓝银皇,教皇九十五级封号斗罗,差一个十万年红色混环,因此看上了阿银这个蓝银皇。 而此时阿银已经与唐浩结为夫妻并生下了唐三,因此唐浩与教皇打起来再正常不过。 不过毕竟目前唐浩才八十多级混斗罗而已,能够逼退教皇已经证明其不俗的实力了。 如果没有另外两名封号斗罗的武魂融合计此时重伤教皇也未可知。 这不,眼看自己的丈夫即将被杀死,身为蓝银皇的阿银终于忍不住出手了。 一个十万年浑瘦蓝银皇的爆发,可不是几个封号斗罗挡得住的, 如果不是因为刚刚生完唐三,基本可以分分钟灭了这几人。 最后,阿银迫于无奈之下选择了献祭,将自己献祭给了自己的夫君唐浩, 成为唐浩的第十混环,并助其晋升封号斗罗。 封号后的唐浩直接妙杀两代封号斗罗, 重创教皇千寻及不至身亡,一战成名,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封号斗罗。 特效诈裂,良心国曼,此次斗罗大陆的改编,无论是从剧情上还是从特效上, 都相较第一季更加完美,不少的网友甚至纷纷表示希望永远不要出电视剧, 怕毁了这部经典。而小滇也觉得这特效如果让斗破苍穹的特效工作人员看到的话, 估计晦气的吐血吧。另外,有人好奇说为什么唐浩的战地如此惊人,可以一滴三。 这一点其实举个很简单的例子,唐浩的浩天锤特点之一是高爆发。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你打王者荣耀的时候,三个还没顶级庄的法师遇到了一个顶级庄的猴子是什么感受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转发来。 谢谢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